今天有幾組 1 2 3 4 5 6 7 8 對 今天有8組報告這樣子 8乘5等於40分鐘 現在要填的話都可以填喔 就是 對 就是如果還有什麼想要報告的話 就是都可以 就要填要快這樣子 好 那話不多說 我們先歡迎今天的第一組 就是Tip Tip要來分享他的公民科技專案手冊 好 那歡迎Tip 好 今天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在現場邀請大家review嘛 然後很感謝 已經有 其實有蠻多朋友點進來看 然後已經有兩個人很積極的給予了 不論是措置上或者是文具通訊上 或者是像Jimmy 他今天就很明確跟我說 他看了我們有了 用了一份叫做 數位公民素養 之前其實在機場黑客森有跟大家分享 我們弄了一個素養應該包含什麼樣的內涵 然後他就有提到說 因為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Jimmy 他就是Netivison的那個創辦人 在做網路行動科技 他們公司要網路行動科技 然後他就說他其實在這15年 在做公民科技相關的創業的過程中 他覺得工程師有沒有職業道德 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他很希望可以在這個素養裡面放更多這樣相關的指標進去 讓未來如果教育工作者想要推數位公民素養的時候可以參考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他們今天也有看了一些德國的經驗 所以對他們來講那個很新 所以他們還暫時沒有辦法回饋 但是他們就有再進一步去查我們列了幾個專案 他們覺得很有興趣 所以也很開心這本手冊對大家有一些新知識的補充 那這份文件非常的多頁 但大家可以從目錄這邊點自己喜歡的內容開始發展 這樣大家會覺得進入門檻低一點 然後我目前已經有在那個Julian v Slack把我們的連結丟上去 那大家也可以再給我5秒的時間可以掃一下那個QR Code 然後就可以直接進到那份文件 OK 好 那如果還有任何問題 我等一下會坐在這邊 然後我們在結束前 我們都可以再強談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改叫Tip 那下一組的